字部分的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 他用Labs 结果看到的东西跟得到的东西 其实有个漏差 本来我要前两个字 用Labs 函数应该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 就是抓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 这个之所以长这样子 其实背后有个格式 是因为格式的关系才让他变这样子 但他实际上的样子是什么 按右键出门格式就是 通用格式就是他原来的样子 OK 那他为什么变那样子 因为他 背后有个 取笑一下 背后有一个 制定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他里面的格式 到底让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你就制定一下 这一串就是他变成 之所以会变成 这样的 秘密所在 OK 那其实呢 你也不用特别去追究里面到底是放什么 我们暂时不用知道为什么 因为呢 将来如果说你要真的把它变成那样的文字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这一串 第一先复制一下 OK 二的话呢 我就先把它取消掉 那我要怎么把这些先删掉 把这些删掉 那我要怎么先让他真的变成文字 插入 这个函数 找到什么 找到Test Test 这个 但你可以用最近使用过 如果刚好最近使用过 就Test 那 接下来的话呢 Value你就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来源 就在这里 他是这个 那我要把它真的格式化 那真的格式化 我刚刚讲 先删一号两个 那因为我刚刚有把 制定里面的东西复制了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有个简单的诀窍 请你把它贴到这边就好了 而且记得前后要删一号 那你会发现 经过Test 的Formate Test 他就自动帮我把原来真的里面的东西 就真正的变成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了 OK 所以经过他之后的话 他就再也不是表面上 只是 看到的样子 而是真的已经帮你转成 这种形态 这个看到的话 所以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先 所以特别说 所以以后你干脆 记那个步骤好了 按右键把制定东西复制起来 二贴到Formate Test就好了 OK 就是简单的 反正 如果你暂时你不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因为有时候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你用熟了之后你就慢慢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刚开始一直问为什么 最后他后来就不问了 因为他做熟了 他说 我知道了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 他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感觉 蛮多地方都这样子 我觉得你会了之后 做熟了之后 你再也不问为什么 OK 好那再来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里面的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表面上的 这个是实际上 所以如果我要再切 得到他前两个次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 把刚刚的公式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剪下来 OK 因为我讲过了 如果你要做好几次的话 你就是先做第1次 再做第2次 第2次就是把它放到labs里面去 所以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 labs函数 最近有使用过labs 那把刚刚的test 刚刚剪下的东西 贴到test里面去 就是这一串 那要取几个字 lumber chart 取两个字 这样得到的话 就是70 按确定会不会成功了 就成功了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就OK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点 有一个 地方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观察到一个细节 就是 他目前 因为是test的关系 而且是用labs切割 所以他一定会靠 左对齐 那这个70 实际上里面应该是70的文字 所以会有个问题 如果老板说 你给我那个60年次的资料就好 其他不要 我要那个60年次到69年次 这之间区间的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应该各位有学过 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所谓的资料的筛选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 但你可以排序 如果我是觉得用筛选可能会 不用步骤那么多 因为 筛选 排序完你还要再排回来 可能多一个步 筛选的话 不过筛选会有个问题 筛选的话 你上面这些可能要先删掉 否则他会变成 他那个栏位 一般上面没有了 所以我第一步骤 先把这两列删掉 因为这个是 题目说明 而且要什么 小于 多少 七十嘛 对OK 是一个区间 一个range 好 那理论上 这样应该OK 不过你按确定之后会得到你要的结果 没有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 它是文字 那你用这个筛选的时候 有没有 你把它输入的是 一个数字 所以他不认识 那当然也会造成错误 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也是文字跟数字形态的转换 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很简单 怎么样 先把这个 转换成数字 再来筛选 就会成功了 所以最后一个步骤 有没有还记得 怎么样把它变成 那个 就是数字 其实很简单 要不就是你 再剪下来 或者外面直接包一个 剪下来之后插入那个 我们刚刚用过的 value 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就到文字类函数的最后面一个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回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那你会发现 这边呢就是70 就会变成这个70 有没有 非常明显 答案就在这里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使用函数的时候 这些步骤啦 你也不用急着马上 你就是那个细节可能注意一下 应该我想要做错也很困难 OK 如果掌握药具 确定的 而且你观察一下 他的排 他的那个 对齐方式 有没有发现 他马上怎么样 靠左边靠右 其实这也是观察的重点 对不对 每个地方都看 对OK了 那你要做错我想也很难 那就把它向下填满 他全部都靠右对齐了 如果是靠右对齐 那表示它是数字 所以呢 如果我一样用再筛选 再把它 你会发现吗 有没有什么变化 刚刚是什么了 文字筛选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错了 你就不用再做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 明明错了 他一直做 你做一百次也是错 但是你只要注意一些细节 对了一次就成功了 OK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在做 让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把 这边的话数字筛选 里面就是 我如果要 这也可以介于 然后我制定都可以 制定 好 他如果要大于等于60 包含60 而且 要是 小于70 那这样剩下来的话 就会是 60年次那些 OK 六年级升的 OK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剩下来的 全部就会是 那个所谓的 六年级升 那你就可以把 这些资料怎么样 游标先放A1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Ctrl C 再贴到一个 新的工作表里面 开个新的 叫六年级升 OK 刚刚忘了 忘了Ctrl C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它 Ctrl C 再把它贴过来之后的话 你的六年级升的资料呢 就整个过来了 有没有 那你就再把它 从 就是 这边都六年级升 你就再把这些 点两下 宽度就自动调整好了 有没有 就是选的话 就选这几篮 然后本来是篮宽 不对 再快点两下 它就全部帮你 宽度自动调整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你要的 这个几年级 比如六年级升的 所有资料就过来 那如果你要做 枢纽分析表 你只要针对六年级升 再去做分析 那就简单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1 把它筛选再取消 因为它现在筛选状态 1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以后你要真的切 1 请你按右键 先按右键 先储存个格式里面 看一下质地 把这个质地先复制一下 OK 复制完之后呢 再插入那个 我们的test函数 那test函数跟他讲 这个里面的资料 formate双引号两个 一到中间贴上就可以 就真的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用什么 用latch 贴就贴到这边 取两个字 就几年次 那为了说我要筛选 所以再把它减下 再用value 把它转成文字 才能够进一步 再去筛选的话 记得把上面两列删掉 用资料 里面的筛选 这边就可以筛选 一定要是数字筛选 OK 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切还给各位 这边的话 等于是多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就是判断 那个几年 几年次的部分 年次的部分 而且年次是 由我们这边的习惯 OK 因为好像全世界 只有我们这边 有民国年这种叙述了 那以后呢 如果说你抓得到这个栏位的话 你才有办法再针对这个栏位 去做后续的分析 诸如那个像 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 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想要抓某部分的资料过来 但没有那个能力 就会有问题 你就根本后面的东西 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刚刚这个部分 再练习一下